下面讲中胶篇 中胶篇还是以三胶为纲 病名为目 讲了风温温热温义温毒东温这五种病 是温热病 第一条讲了出现这类的表现 这就叫阳明文病 怎么说的呢 面目俱赤 雨声重拙 呼吸俱粗 大便壁 小便色 舌苔老黄 舌则黑有盲刺 淡悟热不悟寒 日补易舌者 传至中胶 阳明文病也 卖浮宏造舌者 百虎堂主之 卖陈硕有力 舌则卖体凡小儿使者 大成戏堂主之 蜀温 诗温 温虐 不带此例 这条啊 写得非常好 怎么说它好呢 是承上旗下 把上胶篇做了总结 然后引入中胶 面目俱赤 是因为气血佣胜 导致面部充血 雨声中拙 是 金石不明 肺里面热血增腾 因为热血佣日在肺 气急佣赛不通 所以 发出来的声音 沉闷 中拙 呼吸巨粗 是热血破肺 导致肺气上腻 同时出现了 大便壁 小便色 小便色 是小便不利 是因为金叶不足 金叶少 而小便量少 色质不通 大便壁 大便不通 这里边并没有说 有没有皮满到时间 没有说腐胀满 居然 就是大便不通 那就是说 由于高热伤心 而导致大小便艰难 壁就是腐蚀 学财老黄 甚则黑有盲刺 热胜 金伤 大物热 不物函 不是表证 理证高热 日补一肾 扬明的特点 所以这些表现 说明他传道宗教 是扬明文定 扬明文定 到底是 无形热胜 还是有形热结 怎么见别 大便壁 说明不了问题 高热伤筋 可以导致大便干燥 未必就是腐蚀 鉴别他用麦相 以麦来策证 麦浮红造肾 关键带一个浮红 说明是无形热胜 理热在向外整腾 还没有形成扬明腐蚀 还是用白虎汤 清热 保筋 无形热胜用白虎 如果麦沉硕有力 麦沉 说明造实堵塞气机 气质不通 气血不通畅 脉搏 谈不起来 但是 有力 还是实的 顺则麦体凡小而实 麦搏小了 短了 谈不起来 但是很有力 总而言之 是沉而有力的麦 说明气血庸致的很厉害 但是正气还不衰 那 这个大便壁 必然有浮满痛巨癌 所以这儿没血 让你用麦去测 这个麦肯定不会有浮满痛巨癌 这个麦肯定有 这种麦相 是无形热胜 这种麦相是有形热结 所以用大神气汤 集一下存音 酷寒攻下 中交两类病 我就告诉你 无形热胜 仍然用清热法 有形热结 用苦寒攻下法 这条因为它是 接着上交篇来的 所以按照发展顺序 应该这样给它归纳 那上交啊 它重点就讲这个 最多的条文就在白虎堂上 太阴气氛的无形热胜 废热 用白虎堂 到中角 是扬明气氛 扬明气氛有两种情况 如果麦浮红造肾 热势再高 即使有大便秘 小便色 它仍然还是无形 还是用白虎堂 这大家可以看出来了 这什么关系 咱们说它是肺胃热势吗 就是这个道理 在由上交向中交气氛传遍的过程中 肺胃两档都热 白虎堂是轻胃还是行肺 它是肺胃两清 由上交传到中交出起 是这么个阶段 扬明气氛 无形热胜 高热大汗 损伤今夜 再发展 就形成 有形热劫 造始内劫 以什么为诊断标准 麦沉硕有力 甚则麦体反小而食 气血拥毙了 再用白虎堂 就是羊肠指腹 必须扶底抽心 八成气氛 从上交的肺的气氛 引入中交扬明气氛 从中交扬明气氛的无形热 引入到有形热 这一条写的多好 白虎堂和成气氛的使用 怎么鉴别 从麦相来鉴别 以麦特证 它肯定有腐脉痛剧案 这扬明病的共同特点 在前面交代了 后边用麦相 把扬明病 不同的特点 给鉴别开了 中交篇第一条是这么讲的 白虎堂成气氛 完了以后就不讲白虎堂了 就专门论述成气氛了 所以中交篇的重点内容是下法 上交篇 胃气迎血 四个阶段都是清 都是清热法 到这儿 清法带一笔 因为上交篇已经详细讲了 这就不重复了 这叫详于前而列于后 后边不讲白虎了 就专讲成气 第一条讲完之后 下边就是大层气汤 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小层气汤 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调味成气汤 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把三层气汤都交代清了 不同的情况 采用不同的方济 下法 除了用三层气汤之外 更主要的 吴局通发展了商法论的下法 因为在温定过程中 热血伤筋变化很多 它不单纯是腐蚀 腐蚀可以出现各种坚症 变症 出现了坚症 变症怎么处理 它在这个基础上 又加了六个加减乘鸡汤 第一个就是护卫成气汤 护卫成气汤有什么作用呢 它治疗什么病呢 阳明温病 用了公下法之后 大便已经下去了 由于它伤心很厉害 下完了之后 邪气腐聚 热血又聚集 大便又不通了 下后邪气腐聚 蛇色金的黄 蛇金的黄色很干燥 那说明金叶伤的太厉害 不下不行 但是纯用下法也不行 它是滋阴清热公下 出一个护卫成气汤 这个字下后邪气腐聚 再一种类型 新疆黄龙汤 新疆黄龙汤 是治疗 下肢不通 是阳明温病 但是用程气汤下 大便还是不通 为什么呢 正需不能孕药 不用药就死 正气大需 气血不足 所以在攻下的同时 加大剂量的 补气的药 滋阴的药 用了两个身 人身和海身 大补元气 大补元阴 再一种情况 悬白程气汤 肺有弹热 上面弹热 足肺 肺气必赛不通 下面大肠有道结 肺的弹热不去 肺就不能悬 肺气不悬 腹气就不下 所以下肢不通 用悬白程气汤 上面清肺 化痰 悬肺 下面同肠 肾表里的脏腑 合致 再一种情况 二肠同病 大肠有造结 小肠热胜 小便不利 小便热痛 用倒翅成鸡汤 牛皇城气汤 弹热蒙蔽心包 大肠造结不通 用安公牛皇丸 配搭黄 开心包之壁 卸下 旧足善言之销 下肢不通 是因为大肠造结太甚 筋肠太甚 筋液不能融润肠道 所以增液 再加上肠气 用增液汤和大肠芒香 增液成鸡汤 这六个统称 后世把它叫 加减成鸡汤 六个加减成鸡汤 他们所制的 兼证辩证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在商法论 三乘气基础上 发展化财而来 变得非常灵活 在这一点上 下法上 吴菊通对商汉论 有很大的发展 这中胶篇呢 重点在这部分 白虎汤 头一条给你带过去 下边就讲成细系列 都讲下法 这是中胶篇的核心 中胶篇重点讲扬明腐蚀 除了这个之外 三成细 六个加减成细之外 中胶篇还有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假 除了阳明无形热胜 白虎汤症之外 中胶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变呢 其他脏腑气氛症 也可以导致热胜 所以呢 他其他的热胜 零零散散的 有一条一条的 比如说 黄连黄秦汤 东第三黄汤 小县凯加紫食汤 这一类的都是 就是不带废了 热玉 少阳 黄连黄秦汤 弹热结胸 小县凯加紫食汤 东第三黄汤 另外还有无形热胜 虽然减低了 退而未尽 或者是退境的 金叶商的 用异味汤 这是一个系列 就是除了下法之外 这是一个大的系列 白虎汤之外的 其他的无形热胜 第二类 用了弓下法之后 有形热结已去 造结去了 造结去了之后 不等于并就完全好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又讲了这么部分内容 比如说 有形热结去了 无形热结仍然剩 他又用白虎汤 这个地方就不大容易明白了 头一天想了白虎汤 后边怎么下之后 又出了白虎汤呢 就是因为 有形热结虽然去了 无形热结还没有卸出去 白虎汤还可以用 下之后 逐正 弃虚的 弃引两虚的 那就灵活加减了 热还剩的 还需要清热 热不剩的 那你就养阴为主 总而言之 下后猪症 还不完全是 善后调理之法 因为你用白虎汤 它还是高热的 如果说 中焦 气氛症 入营入血 中焦啊 胃和肠和营血没管 中焦的荡气 不足血脉 不足血脉 也不藏血 但是 中焦气氛的高热 可以窜入营分 窜入血分呢 它上边可以影响到心 下边可以影响到肝肾 所以中焦的温病 阳明温病也好 其他的部位的温病也好 可以深入营血 导致 耗血动血的病变 往往是气影两番 气血两番 治疗和上焦片一样 还是清热 清热凉血 跟上焦片内容一样 所以上焦片内容 有的在中焦片又讲一回 为什么呀 因为中焦气血两番 和上焦的气血两番 治法是一样的 所以方济有时候重复出现 就是这个道理 你比如说 中焦它讲枕 上焦已经讲完了枕了 银胶散 加剪 为什么中焦片又讲枕 中焦片的枕和上焦不一样 上焦枕是原法 中焦呢 是下后枕续出 你要看它那条文啊 因为阳明腐蚀 气机必赛的太重 气血内壁 枕发不出来 用了攻下法之后 气机通畅了 枕出来了 怎么办 还是银胶散加剪 又出现一回 当然药物有所变动 那总的来说 还是透枕 为什么跑中焦透枕了呢 因为是中焦下之后枕续出 你看它那个原文要深入的看 要不然你不理解 上焦讲完整了 方子也差不多 中焦还讲重复吗 不是重复 这是下后 最后 这大气怎么来的呢 80年 我们就要有老师 刚毕业的留校的老师 留在中医基础教育室 他想考外地的研究生 明天想回老家 跟我商量 他说刘老师我想考文明研究生 我说我建议你别考 你没那功底 你考研究生不是那么简单 那是刚招研究生 刚招硕士生很难的 我说你考基础研究生不行吗 他说我喜欢老文明 我说你时间也来不及 还有两页就考试了 太藏促啊 他说我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 把文明条片背下来行不行 我说行 但是你考不上 为什么 文明条片以你现在的年龄 和你这个吃苦的精神 你可以背下来 但是你读不懂 你不能融会贯通 我说你要把文明条片背下来 我给你预言啊 你考50分 你只能考50分 他呀在复习的过程中 就给我找了一些个题 各个学校考研究生那题 搜集了一部分 他不懂得让我给他解答 其中有这么多题 问我怎么答 我说你这道题都答不了 你还考研究生呢 我跟你说50分都多说了 这道题很简单 银翘胆在哪一篇呢 上胶片 银翘汤呢 中胶片 这俩方不一样 方名一样 一个散一个汤 好像是都是同样的药 一个是煮散 一个是煮汤 不是一回事 这道题其实很简单 银翘散是悬表 对吧 透表 因为他携带表 银翘汤 有表证 但是没有表写 这条银翘汤这一条 说的是什么问题呢 下后无害 脉伏 怎么理解 他原来的病 是扬明腐蚀症 原来是脉沉 弓下法之后 气血通畅了 脉不沉了 就服了 为什么呢 有形热接下去了 无形的热 服跃一表 他开始向表 走了 自己要找出路了 要散出去 所以气血也跟着上浮 脉就服了 无害是什么意思 脉伏似乎像表证 无害也像表证 好像表壁无害 实际上不是 是由于在扬明病的过程中 高热经商 所以他没害 腐蚀下去之后 经验没有恢复 他还是无害 但是气血不必带了 脉伏起来吧 这个看着好像是表证 但实际上没有表写 不是外感的 你这俩方子 这个真正是透表 发散表鞋 这银翘汤也用银花莲翘竹叶 银花莲翘竹叶是透表 为什么呢 卖服 说明下之后 热鞋自己再向外 发散 因时力导透一下 可是其他的药就不是了 他用的是生地卖冬甘草 六个药 生地卖冬甘草干什么呢 刚含生金 既生金又透表 是下之后的 执法 这俩方程一样 我说你这道题都打不上 你把文明条片背过来又有何用 那天考了多少分呢 最后告诉我说六二十五考挺好 考了五十一 他自己很满意 能考五十一 在那个年代 他那个水平就相当不简单了 已经不错了 他确实下过一番苦工 背不理解 没有用归纳一下中胶片 他讲了 无形热剩 清法 有形热剂用下法 在下法里边 又发展了几个 加减成气汤 这个清法包括白虎汤和其他的清热防剂 再一种类型就是下之后 用了攻下法之后 不等于热鞋都解除了 你以为下完了就热就清了 不一定 无形热剩还在 那你还 清法治疗 还是清法 中胶片讲的是清法 下法 重点在下法 下胶片 第一条 讲的也特别好 这条 风温温热 瘟疫 温毒 东温 五种文面 携在阳明酒际 或以下或未下 深热面赤 口干舌燥 甚则齿黑唇裂 脉尘食者 仍可下之 脉徐大 手毒心热善于手毒背者 加减肤脉汤主持 下胶片第一条 接着中胶片 从中胶片引入下胶 从哪开始呢 从下法开始 没有说用什么汤 大成器 小成器 调味成器 没说 但是 这五种温热病 在阳明停留的时间很长了 阳明病的过程很长 由于高热而伤筋 不管你用没用过下法 已经下过了 或者没下过 什么表现呢 深热面赤 口干舌燥 甚则齿黑唇裂 请问这些表现是食热还是虚热 食热虚热都可以用 深热没说高低 对吧 面赤没说是满面通红 还是两全红 没说 口干惹到齿黑唇裂 那食症 食症 味热也可以 虚症 身心虚也可以 没说有没有光泽 没讲 在哪讲呢 他脉 以脉来特征 脉诚实有力 那还是扬明病 还用下法 应该是满面通红 高热 齿燥光照如实 有光泽 这是扬明病 还仍然用下法 因为脉 尘实有力 如果脉虚大 清取 轮廓很大 重案豁然而空 抠脉类 出现这类的表现 而且他这个热 是手足心 热甚于手足背 是五心热 这个面赤 就是两全红 这个口干舌燥 那就不用说了 齿黑唇裂 这个齿黑 就是色如虎虎 上头有黑垢 这地方 两种情况都可以 怎么判断 从外去判断 这又加一个手足心 实证 仍然下法 那么 不管下果没下果都一样 那么如果 不是这种麦 那就说明 因为叶田氏的话说 土造水结 什么意思呢 阳明造热 稀酌真音 肝肾阴亏 真音不足 就用加减腹脉汤 从这条开始 下边就讲加减腹脉汤 这就是下胶片的核心 把中胶片交代完 告诉你 阳明病如果应下时下 就会导致这个后果 渗水亏 真音节 下胶片的核心内容 是讲腹脉汤 从第一条开始 加减腹脉汤 然后又煎大胶糖的 一点腹脉汤 先汗处不止的旧腻汤 旧腻汤也是腹脉汤 然后 要动风的 二甲腹脉汤 心中痰痰大动 甚至心中痛的三甲腹脉汤 最后实时一拖的大定风烛 一甲 旧腻 二甲 三甲 一二三四五 加他六个 负脉贝 六个方斤 这是负脉 整个是滋补干肾 天补真音 这是下胶片的核心 用的什么法呢 用的是资音法 下胶片的重点内容在这儿 那个下法 是中胶片 这是核心内容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两类问题 一类 除了真音耗损之外 热血仍然存在 咱们说负脉贝 血少许多 基本是没有血气了 另一类情况 除了负脉贝之外的正厚 还有一类是 真音已经耗损了 但是热血还仍然存在 大家能想起来吧 都用什么方 黄莲蝶浇汤是一个吧 心肾不浇 真音一觉 壮火腐吃 莲莲汤 鼠邪 深入哨音小可 入绝音麻痹 莲莲汤 青花片甲汤 热血虽然不剩 但是附带阴分 这俩是虚实夹杂 这个呢 血少 但是它也是有血 热血还仍然在 不管它胜不胜 都属于这一类 因为它和腹脉贝不一样 再一类 温热病下胶 后期 热血 伤阴的 伤阳的 伤阳的 气阴两伤的 各种类型都有啊 阴厌伤的 阳气伤的 气阴两伤的 这个阴伤和前面的 负卖被不一样啊 负卖被那是真阴耗损 这个比那轻 伤阴的 伤阳的 气阴两伤的 桃花汤 桃花粥 专西大升高 这一类的方 伤什么 补什么吧 善后调理 下胶片 重点的是这些内容 通关三胶片 在温热病里边 他讲了哪些内容 三脚温热 咱们归纳一下 上脚 是太阴文病 太阴文病 有胃分 气分之分 胃分症 用新凉清洁法 是清热吧 清热 透表 透表热 气分症 心寒清气法 清理热 这是上脚 太阴文病不解 传入中脚 扬明文病 扬明文病 第一步 无形热胜 就是从太阴传来的 气分来的 这个过程 肺胃 热尸 治疗 还是心寒清气 像他一样 白骨堂 既清肺又清味 再进一步发展 由无形热胜 就形成有形热阶 有形热阶 就要 弓下 当然了 三层气都是苦含弓下 但是如果有 间症变症 又有六个加点症气 都是下 中胶 重点在这 中胶有形热不解 叫深入下 深入下 就不是扬明文病了 就变成了 结音文病和少音文病 足结音肝 足少音肾 肝肾同源 这两部分 治疗 统统的 都用自音法 就这么个过程 它纲目非常清楚 你看它那么多内容 主线就在这 完了没完呢 没有交代完 上胶 也有哨音和绝音文病 守哨音心 守绝音心包 既能够热灼阴阴 又可以出现热线心包 两种类型 这两种类型 统统属于 营份 血份 新竹血属营 为其营血 就这么过程 这边是上胶的营份血份 这是下胶的营血 从这里边 大家能不能得出一个概念 无拘通学术思想 是什么 就从这里边 给它总结 上胶不解传中胶 中胶不解传下胶 使上胶中下胶 是谁使上胶中下胶 温解 是指的温热邪气 温热邪气 为什么能够从上脚跑到下脚去 因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它始终在伤阻 它始终在伤阴好业 今夜不足 抵抗力不够了 逐步就深入了 不管怎么传遍 都是因为今夜损伤 正气局到成的 所以斜胜 阴伤 四个字 这一系列的治疗方法 大家看 上胶 中胶 到这为止 是不是都是氢 都是无形热 都用氢法 有形热阶 用下法 下法实际上 还是以下带氢 也是泻热 下胶 用紫阴法 就这么三大法 那么多方颠来到去 从法上说 就这三个大法 目的是什么 清泻热血 保筋养银 最后 把这本书都读完 关于温热病 得出几个字来 结论 温病条片 一本书就讲了四个字 和叶天士的主导思想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继承了叶天士的学术思想 就是个泻热存音 泻热 不过是手段而已 心凉清解 心寒清气 攻下腐蚀 都是为了泻热 这是手段 目的是为了存音 所以把这本文明条片读完了 把这本文明课学完了 最后你要能理解这四个字 就算读通了 根本问题 泻热是去邪 去邪不是目的 目的是为了存音 各种制法都交代清楚了 在文明条片里 还有一些没有方正的 没有方的条文 不说正不说方 是干什么的 经济 第一条记什么 温病条片里边 好多条文都反复讲 温病记汗 汗之不微不解 反生他患 太阴温病不可发汗 发汗而汗不出者 必发半诊 汗出过多者 必神混沾雨 不仅给你指出不能发汗 发汗有什么后果 都讲清楚了 所以 温病条片这本书 最主要的强调 它和伤寒的区别 不能用新温 第二 记单身力量 它在中交篇讲 温病小便不利 诞生不可预言 记五零八正倍 不能利小便 因为温病的小便不利 作为温热病来讲 是经验不足 是没尿 无尿你利 越利越伤瘾 这是禁忌 第三 慎用苦造 在中交篇 也讲得很清楚 温病造热 欲解造者 先知其干 不可纯用苦寒也 扶持反造势 所以我说 你在温病条片里边 找一个纯粹用苦寒 值得的药 方济 没有个代表方 它不可能那么用 必须配干寒 或者配咸寒 这个苦造不是绝对不能用 黄粮黄勤不是绝对不能用 但是要配上干寒 或者咸寒 一定要慎用 这不是禁忌 是慎用 这些方面也交代得很清楚 至于三胶湿热 在温病条片里边 它比三胶温热内容要少得多 而且体现不出胃性血变症来 为什么 湿热病初起往往是胃气同病 不化造又不入瘾血 所以意义不大 在温病条片里边 上中下三胶片的湿热 始终体现为 弥漫三胶组织气急 这么个特点 它从这个入手 始终体现着 喧气 立湿 去湿 这么个原则 所以归纳起来 上个胶 主要表现为 湿祖气急 以湿为主 因为湿热病开始的时候 在上胶 是湿血为主 热运湿中 热病不明显 表现为湿祖气急 肺气不宣 治疗 也很简单 去除湿着 宣畅废气 使废气能够宣了 湿着自然就下了 肺主通调水道 水道自然就通了 在这里边 吴菊通所用的法 和咱们讲的有点区别了 它没有提出 新鲜方化的问题来 它是用三人汤 来清开上胶废气 所以我说 它这个去除湿着 用开废气 先废的方法 体现不出新鲜方化了 这点它有所不足 咱们临床使用的时候 可以用新鲜方化法 它把新鲜方化 用到中胶去了 几个加减成 加减 正气散 把火箱正气散 加减放在中胶 这是上胶 中胶的湿热 主要表现为 食足气机 脾胃的升降十四 脾部生轻 胃部降灼 治疗 用新开苦降法 来调理脾胃 怎么调理呢 调整脾胃的平衡 使脾恢复生性 胃恢复降多 升降一恢复 自然就解除了 在去鞜的同时调脾胃 去鞜 用新开苦降法 药物 新温配苦温 如果热也重 再加苦寒 新温苦温苦寒 在这一类药里边去选择 无疾同 治中胶湿热的大多数方进 基本上都是这个思路 新开苦降是非常突出的 下脚 下脚 由于失血组织契机 下脚的契机不通畅 大肠和膀胱不通略 导致大小便排泄障碍 或者是大便不爽 小便不利 或者是大小便不通 二便利 什么原因呢 大便不通不是造劫 小便不通也不是经常 失足契机 关键还在这 所以治疗 用诞生历史法 因为携带下脚 就使它从下脚排出 诞生历史 无疾同这方济里边 常用的三个药 代表 杏仁 滑石 通草 他常把这三药 搁一块 杏仁 开上胶 滑石 立下胶 通草 通三胶 水道 好几个方子里 都用这三个药 他自己没说 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给他斩一斩 这三个药一块用 能通三胶气机 同时还要考虑到 湿邪和热邪 都是弥漫性的邪气 它虽然有三胶之分 有主要部位 但是它容易扩散到 各个部位 所以治疗呢 还要兼顾三脚 还要兼顾脾胃 脊脾颈胃 那理气就不能说了 因为 宣伤肺气 新开口价 诞生历史 都得配上理气 在它的三胶 食恶里边 整个就体现了 这么一个大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就是说 在上胶 它新鲜方化不处处 这是个缺陷 这回大家总结一下 看看 三胶食恶 通过这个表体现出来 病和治 它体现了一个 无极通的什么学术所想 不管哪一跤 吃热弥漫 组织契机 这是必然的 无极通治疗的着眼点 去除湿热 宣畅气急 邪气是湿热 特点 是组织契机 治疗 去除掉湿热 怎么去呢 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方法 最后达到什么目的 玄通气急 这也就是叶田氏所说的 温病 旧因犹异 而同阳最难 旧因不带血 而带金允汉 通阳不带温 而带立小便 叶田氏只讲了一个立小便 无极通用了这么多方法 意思是一样的 通阳 所谓通阳 就是宣传气 这不同的说法而已 阳气不通 就是气急不通 通阳就是行气 这个温病条片这一本书 都读完 可以 把它归纳到 这个范围里边 无极通 除了讲到三胶湿热的 治法之外 同时 他也提到了三胶湿热的 治疗禁忌 下面咱们介绍禁忌 第一 记大汗 湿热病治疗不记汗法 应该是用新宣方化法 使奏里通达 未有汗出 通过出小汗 逐渐的向外排除湿血 如果用大汗法 就指的是用麻黄 桂枝这一类的药 因为湿血粘质 难以送出 用大新大温的药物 不仅发布出来 而且容易导致食血 上蒙心窍 内壁心爆 无极通在上个胶片 温病条片上胶片 第43条讲 汗之则神魂耳聋 慎则慕名不预言 就是说 勿用了大新大温的药物发汗 可以导致神魂耳聋 眼睛看不见了 不会说话了 那就是上蒙 清窍 内壁心爆 第二 鸡大下 湿热病不是不可以用下法 但是一定要慎重 在湿重的情况下 不能过用苦寒 比如说 大黄盲硝 这一类的药下去之后 容易损伤 皮痒 不仅湿血去不掉 把阳气伤了 还是这段话 吴吉通接着讲 下至则冻蟹 你勿用了大苦大寒的药物 弓下 就容易损伤皮痒 而导致冻蟹寒中 阳气伤了 所以苦寒药一定要慎重 第三个问题 即滋补 就是滋力的药物 滋阴的药物 一定要慎重 为什么 因为湿血重酌粘滞 它组织气机 妨碍脾胃的功能 本来脾的运化功能就不好 过用了滋补的药 你等于助长湿血了 所以吴吉通接着说 润脂则病身不解 所谓润脂就是用滋力的药 你用了滋力的药物 就助长了湿血 妨碍了皮运化功能 就可以导致病情加重 更不容易解除 这是关于禁忌 最后 跟大家交流一下看法 那么你说这文明条片 这本书怎么读 怎么能把它读好 我的体会六个字 跳出来钻进去 必须先跳出来 读文明条片 要跟读别的书一样 跟看小说一样 拿起来就一直从头看到尾 你绝对念不懂 必须先跳出来 怎么跳出来 先明白它 三交 并明 六经 卫行学 是干什么的 把它这个结构先搞清楚 就像我们没进这院之前 先在外边看看这院 有几座楼 进来之后 你才值得往哪楼走 别钻进来 就往楼里钻 你先走 刹道 先在外边把它看清楚 然后再一条条 钻进去读 深入地读 甚至也不妨背下来 那不背也可以 那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了 总归一些重要的方和法 它不仅对文病的治疗 也知道 内伤杂病照样用 文病条片和伤痕论一样 它的好多方剂 也可以用于杂病 能够指导我们临床实践 就这本书 它是一部极大成的著作 对后世影响很大 非常实用 所以呢 我就重点的 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书怎么看 至于说详细的条文 那就同学们自己都能看 也就没有必要讲了 在咱们前面 讲完了 讲义的基础上 再去看文明条片 并不难 下课